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倩 歡迎收看這一期的 這陣子呢 一直都在做些 夏天 到 我們呢應該要來吃點 簡單好吃又不會太膩的一些 那我們今天要用到我們的 反正今天我們要來氣炸鍋 來做一個一年前非常火紅的 那這個烤牛奶其實做法很多 你們有吃過壽司郎的那個卡納赫拉 卡... 什麼阿哥小隨便 反正他就是 壽司郎他有一道甜點非常好茶 是來自於 外國 我已經忘記輸出在哪裡 他是一個外國的一個很知名的一個甜點 我一直叫他卡納赫拉 所以我整個忘記他原來的名字叫什麼了 如果知道朋友們幫我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所以呢我們今天要來教大家做的是一個 簡易版的卡納赫拉 OK 那我們就 準備來開始做吧 OK 那首先呢我們的材料呢有 牛奶 難買的雞蛋 黑糖 玉米粉 那我們現在來做一個最難的步驟就是要把 我們現在要先來做一個最難的步驟 蛋白跟蛋黃粉底 我們用瓶蓋把蛋黃吸出來 現在啊都努力能自己做他就自己做到 我發現你阿嬤有多偉大你們知道嗎 回去爆一下你阿嬤 哎呀 你鼓溜很猛耶再一次 我丟臉 贏到要五十萬訂閱 連寶特兵吸個蛋都會失敗 想不到吧 一般要做兩顆蛋的料理 我們做到四顆的 蛋分好了 牛奶 五百 嘿我們現在買一個新的杯子 總不可能刀不到五百了吧 完美的五十 然後 就算是十五啦 我想吃重油加十 三十 接下來呢加入我們的牛奶 分次加入 因為這樣才可以好熱的攪拌均勻 我們做甜點啦最討厭就是什麼你知道嗎 就是旁邊會有這種結塊的東西 所以都不要有結塊的問題 我好像加太多黑糖了 它顏色有點 有點怪怪的 看起來像咖啡牛奶 沒關係啦 我們 OK的 OK的好不好吃耶 我們去把 蛋黃 一個 那你知道嗎 我們要做完了 現在要做完了嗎 我們要做完了 所以你看看這個店裡 其實 賣一個甜點給你 其實是蠻賺的 但是就是 甜點要花的是時間啦 等一下這個東西 我們打到差不多均勻之後 要加熱 對不對不對 好像有一件事情要做 我們拿出第二個盆子 接下來呢 我們要把這個東西過篩到我們另外一個盆裡面 其實我攪拌得很好是吧 這個過篩的部分是 要填石的話好嗎 但是我們就是要過篩好 然後放到這個盆 好我們慢慢加熱 然後要不停的攪拌不停的攪拌 其實我已經開始做 但是我跟原本影片看到的不太一樣了 我開始有點緊張 然後這個時候呢 我們拿出我們的騎士片 我感覺到看起來 顏色那個怪怪 你知道是從你的黑糖開始而忘了嗎 不是啊 啊我就多15克而已欸 你當家的黃金比例燒賣也是 就這樣輸掉的 真的欸 但是我現在覺得很奇怪的是 越加熱延伸越奇怪 那些我的騎士都不進去是怎麼回事 欸你看 那個短影片一分半 也不講攪幾分鐘 你看我們攪了15分鐘才變成這樣子 欸顏色就對了 那我們呢 準備一個容器 欸我剛好可以做一個 三格的 謝謝阿胡的容器 把這個抖平之後 然後我們就放涼 放冰箱 數分鐘 就可以拿出來 臭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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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跟各位講這個不是沒有整理冰箱 這個是 最近鬍子的動物都在這裡煮飯 所以就是大家在吃的菜 我們來看我們的牛仔 喔 漂亮阿 這樣子我能安全的拿出來嗎 不是 你們看 好像很美 還好還好 再15分鐘 我們已經 又多冰很久了 我不想再等了 我不相信 不夠 完了 真的 我怎麼覺得好像其實可以 它不好吃 我覺得應該這個 濃稠度是可以的 所以 我們應該把它放在 烘焙紙上 嘿 你先踹一個太快 對 我先踹這個 熟度的 看能不能 我覺得其實應該還是要再冰一下 太濃了吧 我們先烤到它這個半身不熟 然後呢 順便刷點蛋 180度 五分鐘 欸 好了 那凝固沒有那麼完整的蛋糕會 嗯 還要等它凝固啊 不是啊 這是啥 看起來 很像嬰兒食品 很像細蛋肉 有點像 但是 味道怎麼樣 超好吃 超好吃 你看我吃過那個嗎 吃到保護那個 一口酥 然後裡面是 很濃的 對對對 起司 很濃的起司 嗯 超好吃欸 我們看這個哈賓多久 我們已經 前前後半小時 半小時 好吃 我覺得好像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 它再怎麼動 都會是這種 嫩嫩的感覺 很像生的臭豆腐 被講的格調掉很多 我們什麼 亂講它吃起來 像很軟的乳酪蛋糕 欸其實好像可以欸 超醜 現在是怎樣 明義出來就說醜 是怎樣 它現在看起來就是一個 蛋口酥的概念 切開 挖起來 綿密 好吃 很簡單的這個 而且其實我覺得可以烤更久一點 它烤更有它 這個起來的酥皮感 會更好 可以 它就是卡薩醬 我不喜歡 為什麼 沒關係 安家你要進步 他不喜歡不是我的問題 但是我自己蠻喜歡 這變起司的味道 如果你喜歡的話 再更凝固一點 加再多一倍的玉米吧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幫我按下喜歡 那如果喜歡的話 訂閱我的頻道 OK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